如果 那么 这是洛伯尔文学奖得主 吉普林写给他十二岁儿子的一首诗 如果 在众人六神无主之时 你能镇定自若 而不是人云亦云 如果被众人猜忌怀疑时 你能自信如常 而不去妄加辩论 如果 你有梦想 又能不迷失自我 如果你有神思 又不至于走火入魔 如果 如果在成功之时 能不细形于色 而在灾难之后 也勇于拒绝苦果 如果 看到自己追求的美好 破灭我一堆零碎的瓦礼 也不说放弃 如果 如果辛苦劳作 已是功成名就 为了新目标 依然冒险一搏 哪怕 功名化为乌有 如果你跟村夫交谈 而不变千功之态 和王侯散步 而不露谄媚之言 如果他人的意志 左右不了你 如果你与任何人为伍 都能着然独立 如果 昏霍的骚扰 动摇不了你的信念 你能等自己平心尽气 再做应对 那么 你的修养 就会如天地般博大 而你 就是一个真正的 男子汉了 我的儿子 这是一个父亲 对儿子的殷切气光 他代表了天下父母 对子女的共同情怀 可是 所有为人之父 为人之母者 当我们阅读这首诗的时候 有几个人能无愧地说 我就是这样 倘若我们的所为 使自己还不能这样自信 那么 从现在起 每天看着孩子的眼睛 和他们一起 朗诵这首诗吧 请不吝点赞 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为今天